蓝农墙上满满的纸条 诠释台湾民众对香港人的支持 很担心但也蛮庆幸 就是其实民主价值是有很多人在乎的 过往所累积的一切的努力 然后有了现在台湾 香港应该是台湾最明亮的一面镜子 我们今天看到香港的状况 大概就可以想到 以后台湾的话 有可能也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这么强大的共产政权 真的是全世界的人民要一块来抵制 香港抗争行动持续延烧 一旁的台湾感同身受更难以置身事外 也因为这样的忧心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分析 香港情势可能会让总统蔡英文顺利连任 连任在于我们在整个执政的过程中 我们展现出来的执政的能量 跟执政的能力 我们对我们的选举跟连任是有信心的 尽管香港局势是不是能让选情加分 蔡总统话说的保守 但还是透露出对2020连任的信心 因为根据最新民调 蔡总统如果跟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韩国瑜正面对决 支持率超过五成 以百分之五十点三的支持度 大胜韩国瑜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 就算是撒咖多的局面 加入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蔡英文同样大幅领先 以百分之三十八点二的支持度 赢过韩国瑜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三 跟郭台铭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 实证的情况 民众的感受越来越深 这个整体的经济都有成长 在国防支柱上也都有进展 那另外一方我们这个福利照顾 也都有很大的进步 不同的民调在不同的时间 或者是在不同的考量底下去做 那我们都会做参考 强调民调只是参考 但蔡总统不忘搬出施政成绩 为自己背书 毕竟不管内政还是两岸局势 只要能让民众有感 都是拼连任的最佳筹码 欢迎新闻郭彦庭 张显东黄云庭台北报道